任何市政府裡頭的委員 最後勾選的當然就是市長 市長掌握勾選委員的權利之後 他去選了大學教授 這個沒有問題 大學教授去擔任這些廠商 建商科技大廠的讀懂 也沒有問題 可是當同一個教授 兼具了這些身份的時候 必要的時候他就必須要迴避 這個是很簡單的這一個ABC 委員一定是經過市長勾選的 不會在什麼局長或處長那裡就勾選掉 尤其這麼大的案子 包括都委會 都審 這一些環評 這個一定是市長的權利 而且高宏安第一次當市長 這些委員一定是他自己勾的 高宏安只是把租約 這種馬賽克書來的租約拿出來而已 這也沒辦法取信任何人 何況是柯文哲他會有感的發動 我覺得這樣切割就是在加裝葉克摩 因為過去一個月 民眾黨跟柯文哲的支持度都流失的差不多 那這個葉克摩專家就看 柯文哲自己怎麼發揮 這個任何市政府裡頭的委員 最後勾選的當然就是市長 那市長掌握勾選委員的權利之後 他去選了大學教授 這個沒有問題 大學教授去擔任這些廠商 建商科技大廠的讀懂 也沒有問題 可是當同一個教授 兼具了這些身份的時候 必要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迴避 這個是很簡單的這一個ABC 如果你橫跨了三個身份 又毫不避諱 那就會讓外界有很多的質疑 這個案子有沒有違法 這些大學教授的這個 這些動作有沒有違法 那另當別論 重點在高宏安 高宏安你勾選的這些委員 讓這些案子 在這些委員的這個審議之後 過關以後 你卻住在這一些廠商 就這一些建商的房子裡 那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高宏安的問題是 如果你跟這些建商的關係 扯不清楚 而你勾選的委員 又擔任這些建商的讀懂 那這整個串起來 在法律上你可能就要面臨 外界更多的質疑 那他就說他現在說 不知道是有偏向的 對 他委員一定是經過市長勾選的 不會在什麼局長 或處長那裡就勾選掉 尤其這麼大的案子 包括都委會 都審 這一些環評 這個一定是市長的權利 而且高宏安第一次當市長 這些委員一定是他自己勾的 有提到高宏安 主要是針對他在新竹市 這些所作所為 就會說如果民眾黨當初 參與新竹市政比較深入的話 那是不是高宏安今天就不會出現這些事情 比方說他那時候派 謝伯鴻當行政處長 那行政處 在謝伯鴻的指揮之下 應該可以有聲有色 而且把新竹市政倒上正軌 因為謝伯鴻他自己有待過市長室 也有待過黨部 所以他知道市政怎麼處理 知道分界線在哪裡 那柯文則是在這個角度下 提出說是不是以後 可以說是監軍 但是主要是把台北的經驗 在新竹市裡延續 可是謝伯鴻很遺憾 他在當了15天以後就離開了 那他也在中評會上面提到說 面對這些問題還是要自己出來說明 不要都依賴別人來說明 那他沒有點名 但大家可想而知他是在說誰 第一個是 民眾黨已經正式跟高安邪格 因為 停權 他在回復黨權 除非是無罪定言 那我們知道無罪定言可能遙遙無期 甚至他有可能一審 被判決有罪就會被停職 那柯文哲當然是有感而發 因為去年 民眾黨甚至柯文哲挺 他幾乎是用了全黨的力 然後算是一個賭注 因為助理費案那時候鬧得沸沸揚揚 那柯文哲等於說把整個黨的未來 躲在高雄案 那沒想到今年8月14號起訴了以後 在接下來這一個月的一連串爭議 讓柯文哲覺得有一點後悔挺錯的人 所以他在中央委會上面是有感而發 也覺得之後黨的處置 對於人員的這些控管還是要有制度 那該斷則斷 這個我們在社會長情來說 沒有一個新竹人會相信 那媒體追認那麼久 高雄案只是把租約 這種馬賽克蘇來的租約 拿出來而已 這也沒辦法取信任何人 何況是柯文哲他會有感而發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柯文哲為什麼會這麼想 因為全台灣民眾也是這樣想的 你覺得柯文哲現在跟高雄案切割之後 對他自己的選情還會有幫助嗎 因為他接下來還要訪美啊 然後就感覺動作平平 然後或者是要跟國民黨來談藍白河 因為擔心高雄案的選情可能傷到他 然後選不下去 你有沒有對他的選情這樣子切割有幫助 我覺得這樣切割就是在加裝葉克摩 因為過去一個月 民眾黨跟柯文哲的支持度都流失的差不多 那這個葉克摩專家就看柯文哲自己怎麼發揮了 李明如果不趕快開發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內政部營建署去解約 然後重新招標 因為這個案子一開始的時候 在10年前就是李明、朱彥龍 透過2000萬的一個匯款 用貪污賄賂的方式得到的標案 那大家當然都能夠理解說 你不可能說貪污來的案子 然後結果還讓廠商繼續得標 繼續做 所以在政府採購法第50條 第59條裡面 都有針對這樣的狀況做出規定 也就是由主管機關 他是可以解約的 但是呢 你有沒有罪有沒有貪污 要看法院判決 那法院的一審判決 是到去年的10月28號才出來 那這個時候就要看後續的這些 被告有沒有要繼續要上訴 那個主要就是那個貪官洪嘉宏 他如果沒有要上訴 那就表示說確定呢 他是有收受呢 這個李明 2000萬的這個匯款 這個就是判決確定了 這個時候 營建署就可以根據 我前面講的這樣一個法條呢 去取消掉這個案子 去解約 但是有一個例外的狀況就是說呢 如果解約有損公共利益 例如案子蓋到一半 你解約的話你要重新招標 那你要找誰去接手 那這樣子會造成一個很大的 公共利益的損害 會爛尾樓 所以李明就趕快先想辦法 先過了之後 先挖地基 先蓋 就是所謂的強度官山 也可以說是生米煮成熟飯 那他如果都已經蓋到一半了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說 因為他是一開始10年前 是因為貪污 然後這個標案的把它喊停的話 對公共利益有損害 他就可以把它蓋完 然後把它賣掉 那這就是他現在為什麼要很快速加速的 背後的犯罪動機 因為這個環評總共做了4次 第一次的時候的話 在2016年是林志堅的那個時期 那其實在第一次的時候的話 就已經確認說 那邊有4個環境敏感的項目 其中也包含了有一些保育類的這些動物 或是重要珍貴的動植物 也就是裡面有些樹可能還蠻重要跟珍貴的 要想說要怎麼樣去移啊 或者是要把它保存起來 那但是李明呢 在今年3月這個時候 開了第二次喔 因為睽違七年第二次的環評的時候 結果新竹市環保局去的現場 一看發現說 你既然已經開始在移樹砍樹了 就是環評還沒開完還沒開工 就先把樹砍一砍移移 這分明兩點啦 第一個你樹先砍了之後 那你環評原本擔心的 會去影響到那些重要的樹 問題就沒了 因為樹已經被你砍掉了 第二個事情是李明勢在必得 他要搶時間 他先開工 他知道說這個環評到後面一定會加速 因為高宏安會給他放水 所以他就覺得說趁這個時間 環評雖然還沒過 可是工可以先開